使命召唤19有多真实多细节 我才不管呢 免费一周我才玩的 我只欢迎它能不能整活 哦 有改枪系统 那我就来了 我仔细看了一下这改枪系统 不但全面 而且全面 就比如我这几天在玩的经典AK 我就能把它改成666 为什么叫它666呢 看 我给它搭配了6倍镜 6弹炮 以及762子弹 666是不是就很贴切 看我的思路 原本的AK伤害就很高了 已经要超过一般的G了 但是伤害高归高 这后作力也可以用离谱来形容了 但是点色就还好 那为什么不试试狙击AK呢 来 我们试一下 首先这个伤害得上去 直接来一个7.62超压弹 伤害提升显著 其次就是咱们的6倍热成像 远处的敌人瑟瑟发抖吧 再来一个躺口 伤害怎么高怎么来 然后配备一个下挂榴弹发射器 为什么配这个榴弹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这把AK到我手里就受到了诅咒了 必定将成为奇葩 最后再来一个AK经典的枪定 此话说得好啊 没有枪定的AK是没有灵魂的 主要是我怕这扑作力能把这个枪体给受制反了 那不就成了炫风制裁AK了 所以一定要夹住了 OK 来把场试一下这个666AK如何 先试试不压枪腰射 好像丝毫没有变化 扑作力直冲天际 没关系啊 咱们玩的是G 试试打头如何 两枪一个人 好像并没有我喜欢中那么强啊 甚至稍微远点的打头还得三枪 试试开镜连射如何 完了兄弟们 果然是受阻重的AK啊 有种要被虐的感觉 但是咱们还有榴弹炮 这玩意上很高啊 就是打不了太远啊 总之就是这个666 我看是一点也不溜啊 咱们进游戏试试如何 OK 安稳落地 从狙击AK的话 得先找个制高点 这里就不错 找找人 诶 好像没人呢 第一次玩还不太熟悉啊 再来 看到没有兄弟们 对面罗警有个狙击老六 直接给他来两枪 完了呀 忽略就射成了 这破枪射成不太够啊 不行不行 先回个血 再来 这次稍微把枪抬高一点 中了一枪 但是伤害也太低了吧 最后被队友收了 看来太远的敌人是打不了啊 咱们再来试试榴弹炮 这有人 直接一炮 再来一炮 又被队友收了 我没关系 这屋顶位置非常好 咱们直接来当老六 对面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 直接就是一个双杀 这还有一个 呃 死了 呃 有老六 完了 没死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这有个小呆瓜 直接就是一头少射 哈哈 这里还有一个 我这个666还是可 呃 哈哈 老六真该死啊 直接跳机 咱们去试试这个榴弹炮炸坦克吧 就是这个坦克了 已经冒火了啊 直接就是一发榴弹 哦吼 直接报废了 这么猛的吗 应该是残血的原因吧 得 花个满血的试试 找到一个 我直接就是榴弹炮 哎呀 咋还歪了 一共就两发 再来一发 咋感觉这坦克啥事没有啊 我直接子弹扫射 我瞧我没子弹了 哎 这后面还有子弹补给 补给一下接了炸 一发 再来一发 这个坦克好像已经着火了 只能说有点用 但是不多 这有个人 但是为什么打不死啊 虽然远了点 但不至于伤害这么低吧 不打他了 换个人打 这里有个呆呆 哈哈哈哈 呃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一局体验下来 我感觉这个破枪是真难用啊 玩不了啊 根本也玩不了 近战压不住 远程打不到 哎 算了 我继续研究改枪了 点赞关注哦 拜拜